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每个服务可能使用不同的协议虚拟化格式 然后服务间的如何保证服务间的通信是可靠稳定的 其实就是只要解决 处载均衡超时重视线流容的加密等等 当服务出现问题时 我们怎么去定位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做trace 监控系统 日志中心 然后当服务出现一些性能问题时 我们怎么去对服务进行一些性能调优 常见的调优方式 比如有连接池 现成池 二进制协议 多楼服用等等 然后在微服务的架构下 服务一般是通过RPC框架进行通信的 这张图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微服务架构下 服务间通信的一个示意图 服务为通过一个RPC框架和服务币进行通信 RPC框架里面包含了服务发信 负载均衡 限流熔断等等服务治理策略 但是这种方案在微服务框架下 其实是存在以下几点问题的 首先是开发成本 服务治理策略需要在多个框架中重复实现 然后框架和业务偶合在一起 很难推动到框架进行集中的升级 然后服务的拓扑关系和各种配置比较分散 无法进行统一的管理和运维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服务网格架构是怎么解决的 这些问题的 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服务网格架构的一个示意图 每个APP的POD里面都有一个独立的Sitecar进程 负责APP之间的流量转发 然后所有的服务治理策略都是通过这个Sitecar 进行实现 并且所有的治理策略都下沉在到这个Sitecar里面 Sitecar有时候我们也把它称为Proxy 也就常见的实现一般是invoi 有一个在全局有一个全局的一个控制面板 然后下巴配置到Sitecar 然后控制请求具体的转发策略 目前社区控制面板实现一般是istil 总的来说数据屏面其实是一个轻量级的网络代理 它是业务和语言无关的 然后服务治理策略统一都在Sitecar里面去实现 Sitecar可以做到独立升级对业务无感 然后控制面板其实是对Sitecar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控制 提供服务配置的一个统一的一个运维 提供服务配置的运维的一个统一入口 总的来说ServeMatch其实就是让服务间通信更加可靠 高效透明便于管理的一个基础设施 号称微服务时代的TCP协议 前面我们已经对微服务和服务网格做了简单的介绍 我们知道微服务一般通过RPC框架进行通信 服务网格一般通过Sitecar进行通信 下来我们对RPC框架和服务网格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然后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对比 首先是实现成本 然后服务网格只需要对所有的语言 都只用实现一个Sitecar就可以了 但RPC框架需要对所有语言都实现通 RPC框架 然后从管理成本上来说 服务网格的管理成本比较低 因为它的所有服务治理策略 只需要通过控制面板进行统一的管理 然后资源消耗和性能方面 RPC框架比较占优势 但是服务网格会增加那个跨进程的一些通信 数据拷配协议解析等开销 但是如果实现得当的话 应该也不会增加太多的一些资源 而性能方面 由于服务网格会通过Sitecar进行通信 Sitecar通过Sitecar进行通信的话 它必然会增加一些延时和CPU等资源开销 然后升级成本方面 服务网格只需要推动Sitecar进行升级 业务无感 但是RPC框架需要推动所有的应用程序 去重新编译上线 然后运维方面 服务网格只需要独立运维为一个Sitecar 但是RPC框架不需要偶尔的一个认为成本 好的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完微服务和服务网格架构了 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百度基于 BRPC的服务网格架构是怎么引进的 我们在这里简单对BRPC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BRPC是一个工业级别的RPC框架 有着优异的性能表现 然后支持HGP、GRPC等20多种通信协议 然后类质全面的服务发现、负载均衡和一些丰富的服务治理策略 并且提供可视化的类质服务和调试工具 在百度、爱奇等各大公司都有广泛的应用 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社区原生的服务网格的一些架构 其实刚才在讲服务网格的时候也有讲过这些 然后每个APP的POD都有一个独立的Sitecar 然后APP通过IPC tables将请求转发给这个Sitecar 然后Sitecar负责将请求在这些APP之间进行转发 然后全局控制面板下发配置到每一个Sitecar 控制请求的转发策略 但是这种模式下其实会存在 但这种模式下其实会有一下几点问题 比如它的转发性能会比较差 由于社区原生的方案存在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内部基于BFC研发的一整套的一个 服务网格的一些架构能力 一些架构用来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内部的BFC服务网格一共经历三个阶段 首先来看1.0阶段 然后1.0阶段我们同时支持Proxy和Proxies两种模式 左边是Proxy模式 然后我们将BFC和Evole连编到一起 用BFC实现了一个Evole的一个转发内核 提升转发性能 Proxy模式是将BFC和业务进程连编到一起 然后Evole将服务治理配置发送给BFC 由BFC进行统一的请求转发 这种架构主要是解决性能问题 在当我们性能满足要求之后 又暴露了一些其他问题 就比如Proxy模式支持的服务治理测量比较少 然后因为Proxy模式主要的它的转发测量 是在BFC里面实现的 然后BFC里面治理测量比较少 所以一旦我们需要有新增服务治理的需求的话 在Proxy模式下需要在BFC框架中实现 然后Proxy模式需要在Evole架构中实现 然后会带来服务治理测量的重复开发的一个工作 然后为了解决1.0的一个架构的一个遗留问题 我们设计的2.0架构 2.0同时也支持两种模式的一个match 然后和1.0的区别不大 但核心差异是2.0架构 将服务治理策略统一收敛在BFC中 左边是Proxy模式 在Proxy模式下 BFC完全接管请求的转发逻辑 Invole只负责配置的转发和获取和下发 然后Proxy模式其实也是类似的 我们将BFC和业务代码连绵到一起 Invole也只是负责配置的获取和转发 BFC完全接管请求的转发逻辑 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模式下 Invole都只负责配置转发 由BFC完成真正的请求转发 这种架构实现了一个服务的策略 一个统一治理 但是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但又暴露一些其他问题 比如Proxy模式 我们仍然需要部署一个独立的三代卡 这两种模式下 Invole都只负责配置的获取和转发 我们并没有用到Invole的一些其他功能 也就是Invole中的大部分代码 我们都没有用到 这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感觉到Invole 在这里有点多余 为了解决2.0的遗留问题 我们设计了3.0架构 3.0架构中 我们彻底淘汰了一个Invole BFC直接对接控制面板 直接从控制面板获取服务配置的一些策略配置信息 同样我们3.0架构也支持两种模式 然后左边是Proxy模式 Proxy模式下 BFC做一个单独的Sight Card进程 用来替代Invole完成请求转发逻辑 然后右边是Proxy模式 Proxy模式不需要单独认为一个Sight Card 我们将BFC连编到业务进程中进行请求转发 这种架构彻底解决了Invole这个历史包袱 让BFCMatch架构得以精简 并且继承BFC高性能的特点 同时又降低了业务的接入成本 让Match可以轻装上阵 前面已经讲了BFCMatch的一个架构演进 其实整个过程还是比较精心的 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下来我们用一个简易版的架构图 来回顾一下每种架构的优缺点 和各个方案的一些对比 首先看社区的原生方案 我们称之为BestSight 因为请求会经过两次Sight Car 自然会带来两倍的延迟和资源开销 同时这种模式的性能力也会比较差 后来我们基于BFC研发了一个 1.0和2.0的架构 同时支持Proxy和Proxiness模式 两种模式 Proxy模式会有一倍的资源消耗 然后策略也会进行重复开发 然后Proxiness模式 虽然不会带来性能和资源的开销 但是需要独立的运为一个Sight Car进程 并且策略也需要重复开发 最后我们设计了一套 基于BFC的一个统一的Match 3.0架构 用BFC完全代替一模 实现数据平面 这个模式 这个架构同时也支持两种模式 Proxy模式适合于非C加业务 场景 然后它是独立一个Sight Car进程 高性能资源消耗比营物少得多 然后Proxiness模式适合于C加业务场景 高性能没有延时 资源消耗很小 并且所有的策略在两种模式下都能复用 让业务可以以较低的成本 享受Match带来的便利性 同时又不损失性能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 BFC服务网格的一个架构眼镜 下来看一下 基于BFC如何实现服务网格 我们首先看一下Proxiness模式的服务网格 是怎么实现的 首先看一下Proxiness模式的一个优点 主要面向于C加语言 我会分别从以下几点进行展开和对比 首先是实现成本 Proxiness模式我们只需要实现C加版本的 然后策略和代理模式复用 然后管理成本方面 服务治理策略通过统一的控制平面 进行统一的管理 然后资源消耗和性能方面 和RPC框架基本一样 不会增加带来太多的资源消耗和性能 然后升级成本方面 由于百度内部有一套Dependent unstable机制 它可以对依赖模块进行统一的实现 实现统一的升级和管理 然后这种Dependent unstable 类似于Google的Dependent on header机制 然后运营成本方面 因为BFC和业务的代码是连绵在一起的 因此我们没有额外的一个运营成本 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是如何基于BFC实现一个Proxiness模式的一个match的 然后其实控制面板没有变化 全局只有一个 然后和RPC框架类似 Client端通过BFC访问Server 然后在BFC内部我们新增了几个模块 用来实现match的一个核心功能 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模块的一些分布 首先是JFCStreamClient 它实现了JFCStream协议的一个靠户端 用于和控制面板进行通信 订阅XDS配置的一个更新 然后XDSManager 它其实是从通过JFCStreamClient 然后从控制面获取到XDS的配置 并实现增量配置的一个推送 AliminServer其实是一个管理Server 类似于involvedAlimin能力 然后提供一个配置查看和监控查看的功能 一旦XDS配置有更新 XDSManager就会根据配置动态创建相关的Dynamic Channel 和治理策略的一个相关内 并将Dynamic Channel和用户创建的Channel进行动态绑定 这时候如果用过BFC的同学 应该对Channel这个数据结构比较熟悉 BFC里面一个RPCClient 它应该是通过Channel进行RPC请求的一个发起 如果这个Channel没有绑定一个动态Channel 那么就说明这个请求是非Mesh模式的 BFC就会将这个请求通过用户创建的Channel转发出去 如果这个Channel绑定了一个动态Channel 那就说明这个请求是一个Mesh模式的一个请求 BFC内部就会将这个请求通过DynamicChannel转发出去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说 可以保持业务代码的一个兼容性 被RPC上BFCMesh具备Mesh和非Mesh模式的一些动态切换能力 并且用户无需修改代码就可以一键接入Mesh 目前服务网格的技术领域其实非常火 然后数据平面也有很多种实现方案 我们发现其他的RPC框架也不甘于只做一个单纯的一个客户端 也开始开发自己的Proxiness方案 比如JFC我们简单对比一下BFC和JFCProxiness方案 首先我们看一下嵌移成本 BFC 基于BFC的Proxiness方案 它不需要业务修改代码 仅需要升级版本就可以了 但是JFC它需要 将用户的一个server的一个初始化地址 修改为XDS 功能方面其实都差不多 运维方面 由于BFCProxiness 不需要注入一个Sitecar 因此它的运维成本比较低 但是JFC需要单独部署 一个EastioAgent的一个Sitecar进程 然后开源和语言支持方面 JFC比较占优 然后因为它是开源的 然后也开源了所有的那个代码 也支持一些比较多的一个语言 嗯 好的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 BFCProxiness模式的一个 服务网格的一个实现方案 下面我们继续看一下 BFCProxiness模式的服务网格是怎么实现 同样我们先看一下 Proxiness模式的一些优点 主要面向非C加语言 我会分别从以下几点 进行展开对比分析 同样 首先是实现成本 BFCProxiness Proxy模式的Match 只需要实现一个Sitecar 服务的治理策略 管理成本方面 服务的治理策略 通过控制平面 进行统一的下发 资源消耗方面 Proxy模式必然会增加一些 进程线的通信 数据拷贝 协议解析等开销 但如果实现得当的话 其实并不会增加太多的资源 然后性能方面 由于非C加语言的性能本身不高 并不高 Sitecar增加的延迟和CPU开销 基本可以忽略 然后升级成本方面 只需要简单的升级 Sitecar可以做到对业务无感 运营成本方面 可能会比其他两种稍微高一点 因为它有个独立的Sitecar进程 所以我们就需要独立的去用一个Sitecar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是基于BRPC如何实现一个Proxy 一个Mesh的 控制平面其实没有发生变化 全局也只有一个 和Proxy类似模式比较类似 我们可以附用大部分代码 只是BRPC变成一个独立的Sitecar进程 然后BRPC Stream Client和Elemin Server 并没有变化 XDS Manager 当XDS Manager收到增量的配置之后 它会动态创建Dynamic Server和Dynamic Channel 和一些策略类 并将它们进行一个动态一个绑定 Dynamic Server收到Client段的请求的时候 会将请求通过Dynamic Channel 然后发送出去 既然我们用BRPC代替了一个Inval的实现 然后实现了自己的一个BRPC Sitecar 大家自然而然可能会关心 那我们用BRPC实现的一个Sitecar 和Inval原生的Sitecar有什么区别 或者它的核心收益是什么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主要区别 首先是多协议方面 由于种种原因吧 很多公司的内部多多少少 其实都有一些私有协议 而且这些私有协议可能会被广泛的使用 如果使用这些协议的业务想接入Match的话 社区原生的Inval的话 它的修改成本和适配成本会比较高 主要是因为每种协议都需要重复实现 大量的服务治理测量 然后控制面下发的时候 需要针对不同的协议下发不同的配置 但在BRPCSitecar中 我们新增一种协议只需要实现 协议对应的一个编辑码函数 控制面只需要按照HTB的协议 进行配置下发 然后Sitecar呢 它会自动秀探协议类情 并进行一个请求的转发 除了多协议支持外 然后得益于BRPC高性能一个特点和优势 BRPCSitecar在性能方面 完全碾压原生的一个引爆方案 下面我们从两个图 下面我们分别从延时和CPU两个维度 来简单的做一下对比 首先是延时 BRPCSitecar基本和直连模式差不多 远低于社区的一个引爆的一个方案 而CPU使用率也是一样 远低于原生的一个引爆方案 好了到这里我们基本讲完了 BRPCMatch一个架构演进和技术方案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BRPC服务网格在百度内部一些 业务线的一些落地案例 首先是落地规模 目前BRPCMatch已经在百度APP等核心业务线大规模落地 接入的实力超过10万 然后日均PV超过万亿 然后我们下来再看一下 业务接入BRPCMatch之后 会对业务具体带来哪些业务收益 主要包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讲 首先是运维效率 百度APP业务线接入Match之后 他们整个业务线的服务治理周期 从周级别降低到 从季度级别降低到周级别 然后模块的服务治理周期 从周级别缩轮到分钟级别 然后防血崩 然后口运性 然后故障韧性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 比如部分模块升级到Match之后 它的口运性能从99.5提升到99.99 然后 模块在部分故障的场景下 口运性仍能保持在三个九以上 在可用性方面 得益于BFC内部实现了大量优秀的服务治理策略 业务接入Match之后 故障时的业务的可用性能从99%提升到99.9% 故障的影响时间可以明显的缩短5倍 在延时方面部分业务线接入Match之后 延时又明显的降低 主要原因是BFC内部支持长链接 加上一些高级的服务质地策略 比如择优选择延时较低的下游实力 还有BFC内部自身的处理性能高于业务之前使用的框架 业务接入Match之后 不仅在可用性和延时方面有明显的收益 同时也获得了一些其他的能力 比如流量复制 通过控制平面 BFC可以方便地进行流量复制 将线上流量复制到线下 用于构建测试 用于测试场景的一些构建 另外BFC还和内部的一些平台进行打通 解锁了很多的一些能力 比如在可观测方面 BFC打通一些监控和Trace平台 BFC将请求的Trace信息透传给下游 并上报给Trace和监控系统 直接让业务可以低成本的享受服务 可观测的能力 在混沌工程方面 BFCMatch打通了监控和混沌工程 混沌平台 混沌平台通过控制平面下发故障注入指令 BFC进行故障的注入或者是错误注入 监控平台生成服务指标信息 然后混沌平台根据服务指标 然后都可以产出一个模块的一个系统的弹性 和动态的一个容错能力 业务接入Match之后 也能自动解锁 也能解锁自动的一个止损能力 比如APP有个实例忽然挂了 然后不能提供对外服务 BFC会迅速感知 然后监控平台会 将故障信息同步给稳定性预案平台 然后稳定性预案平台 会进行一个智能的一个调参 然后流量降级等操作 及时的对线上故障进行止损 降低对用户的一个影响 最后是系统容灾 最后是系统容灾评估场景 打通容量平台 用户在容量平台发起一个压策的一个任务 BFC根据配置进行subset的划分和流量调度 容量平台直到Match进行一个流量调度 并从监控平台收集监控的指标和流量信息 最终生成系统容量数据信息 最后是总结和展望 我们在百度内部基于BFC做了Match方向的一个 很多的一个实践和应用 同时也沉淀了一些技术和业务方向的一些思考和总结 这里我们和大家先分享一下 主要是以下几点 GBFC实现的服务网格同时支持两种模式的一个Match 分别是Proxiness和Proxy Proxiness模式适合于性能较高 服务治理复杂的一个C加场景 Proxy模式适合于性能要求不高 通用治理需求的一个业务场景 然后性能其实和稳定性 其实才是服务网格大规模落地的一个关键 然后大型的业务其实是对性能非常敏感 如果你性能不达标即使你功能再强大 它也不可能接入你的Match 服务网格彻底的将业务逻辑和服务治理架构进行解误 并解锁很多的新能力 然后通过丰富的服务治理策略 可以切实提升的服务的可用性 服务网格结合可观测 智能监控 故障止损等场景 其实才能发挥出它最大的价值 最后是一些总结规划和展望 后续我们会在BFC中支持更多的协议和更高级的服务治理策略 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 服务网格只有在实际结合具体的业务场景 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因此我们后续会继续挖掘更多的业务应用场景 让Match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 Eastio仍然会成为服务网格控制平面的一个主流的一些主流的技术选行 同时也获得了数据面广泛的支持 目前BFC已经完成了和Eastio 控制平面的一个适配工作 后面我们会计划开源BFCMatch的能力和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成果 繁荣服务网格现有一些技术生态 好的 本次技术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再次感谢大家参加阿帕奇抗RPC分论坛会议 后面还有其他讲述的精彩分享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不要错过 然后祝大家收获满满 谢谢大家